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跟我们规范怎么样进行搜寻 然后在36个小时方言30公里以内的进行搜寻 在找到钱志刚母亲的36个小时内 救援队员鼎力相助不图回报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他们在实际行动过程中我们拿给他的水跟面包 他们都都季节的我们要弘扬这种精神 唱颂这种精神然后使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爱心传递下去使灵济力传递下去 这也是我就是想要加入的原因 在顺利找回亲人的同时 钱志刚也了解到曙光救援队目前存在资金短缺的难题 当他想要捐助救援队时却被拒绝了 原来曙光救援队有这么一项规定 不能接受救助者被救援后15天时间内的捐赠 必须给求助者一个缓冲的时间 即使是在对立资金最紧张的时候 救援队也坚持这项原则不放松 既然不能马上捐钱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救援队呢 钱志刚想那就自己加入救援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吧 于是便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有的人出钱有的人出力 伴随着曙光救援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救援队执行的各类救援任务也越来越多 曙光救援队自2014年成立以来 现有正式队员志愿者107人 普通志愿者569人 今年1月到6月12号 曙光救援队提供各类社会救助 配合110联动等志愿服务204场次 参与志愿者累计1702人次 服务时长8656小时 找回走失人员超过40人 自成立以来 救援队实施各类社会求助超过2000起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 救援队主要资金来源是社会募捐 但是随着救援任务的增多 募捐的资金远远不够维持日常救援任务 曙光救援的账上剩下12970块05分 那其实12000块钱的这个费用 其实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礼拜的费用了 按照现在任务量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接到一到两起的求助 每次出对20到30人去计算 每顿饭的这个我们订的餐位标准是非常低 就是20块钱一顿饭的标准 早餐10块 那每天的饮用水的这些损耗 基本上是1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一天按照吃饭再饮用水 加起来是60块钱 因为需要不断地在路上路面进行寻找 那我们正常出动三到五部车辆 那按照现在100公里的耗油 大概是100公里的耗油 大概是要将近100多块钱吧 城市寻人 山地救援 水域救援 每次救援对里都要付出大量成本 少则500元 多则两三千元 如果遇上大型自然灾害救援 花费更是高达数万元 而这些费用里面是不含人力成本的 前段时候我们的队委会 也开了也进行了一个内部商量 就是如果实在在没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队委会成员呢 每个人准备自己再贴补两万块钱 先支撑这段时间的任务 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地向社会发起呼吁 看能不能从各个方面给予我们支持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曙光救援队总共有五名队委会成员 即使每人掏两万块钱 也只有十万块钱的费用 这些费用在没有大灾害情况下 也就仅够支撑曙光救援队 执行一个月左右的本地任务 目前曙光救援队发起的轻松筹项目 希望能筹集六十五万元 按照队里的测算 这些资金在正常执行救援任务的情况下 可以撑到明年年初 不过这样的方式也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救援队的资金困难 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何解决救援队的困境 王刚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一是购买服务的方式 第二就是给我们装备上的支持 比如说政府购买装备 把使用权交给我们 我们承诺在一定时间内 对装备的完好率的保养 建议把我们这些民间救援队 就是民间救援的志愿组织 纳入到我们国家的预算范畴 适当的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一个支持的力度 然后促进他们能够比较好的发展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要引起重视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 我们的民间救援队参与应急救援的时候 那么能不能给他一些叫专项的补偿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说纳入到我们国家的预算 或者相关部门的一些应急预算 那么至少在他们每一次的这样的应急救援的时候 有一些补偿的机制 建议说包括曙光救援队和我们其他一些社会组织 如果遇到大型的筹款的时候 能不能够挂靠在一个基金会下面 来做一个专项基金的这样的筹款 那么这样的就是不论是开发票也好 就是我们叫做制度化规范化 它的程序是合法的 社会学专家居东宏认为 如果只靠临时性的紧急筹款 民间公益组织很难走得更远 一个社会组织要长远发展 更需要一些自我造写功能 曙光能不能去开一些课程 能够做一些收费的服务 我觉得公益组织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只要有乐情 我不要谈钱的事 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 我们现代公益组织 我们还是要谈钱 因为这个钱不是为了我个人腰包 是为了我的组织发展得更好 是为了我把慈善的事业做得更好 做得更大 所以我想一个部分自我造写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有偿的服务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 在曙光救援队发出网络众筹四天以来 截至今天下午的四点半 已经募集善款59万7787元 当然长期运作一个连结高效的公益项目 光靠个体的良心热情是不够的 还需要妥剔的制度安排 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有力支撑 只有摸索出一套 适合民间救援队发展的制度体系 统筹各方资源增强造写功能 才是民间救援队生存发展的根本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